一口50元的熟铁锅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能够达到这样无油也不粘锅的境界 今天我将为您带来全网最科学的开锅教程 首先从熟铁锅的选购开始讲起 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求锅内光滑如镜 没有毛刺和小坑就可以了 至于是不是手打铁锅并不重要 铁锅经过物理锤打并不会让它的密度增大 只会要你交更多的智商税 请原谅我如此直白的开场 第二个要求就是厚度上的要求 要求有两毫米左右的厚度 也就是大概一个硬币的厚度 锅体太薄使用的过程中容易变形 假如锅的边缘有白色反光的毛刺的话 可以使用磨刀石或者砂纸稍微磨一下 可以有效的避免在使用的过程中划伤手指 下面开始讲解如何开锅 不论任何品牌的铁锅 在出厂前都会抹上一层防锈油 这一层防锈油是有毒的 不能吃的 所以一定要加洗洁精来去除油污 然后用摆尖布仔细的搓洗 最好使用温水进行清洗 然后用流动水调洗干净 碱性的洗洁精 用干毛巾擦干锅内残留的水分 然后倒入白醋或者米醋 这一步的目的是 去除锅内残余的少量铁锈 它的学名是三氧化二铁 三氧化二铁和醋酸反应 会生成可溶于水的醋酸铁 没有了铁锈炒出来的菜 自然没有铁锈味 因为我们使用的醋酸浓度比较低 所以需要在锅内停留半个小时 在这里再和大家修正一个误区 很多厨师喜欢通过炒盐来去除铁锈味 其实食盐和三氧化二铁 是不会发生任何反应的 还有的人呢 喜欢把醋和洗洁精放在一起 混合着清洗铁锅 这也是错误的方法 因为碱性的洗洁精会中和掉酸性的醋 所以清理铁锈和清理防锈油 必须分两步进行 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加入少许的洗洁精 中和掉酸性的醋酸 一定要在流动水下反复的冲洗干净 假如锅内有残留的醋酸 将会影响下一步烤蓝的效果 其中的原因我们再稍后进行讲解 然后我们用纸来检验一下铁锈和米醋 是否清洗干净 纸张没有黄色的水质 说明清洗非常到位了 下面开始讲解开锅的第三步 烤蓝 先开小火 用一块湿毛巾握住手柄 水分烤干以后开大火 把锅放斜 先从锅的四周烤起 假如先烤锅的中间 容易把锅心烧起包 随着铁锅的温度上升到550度左右 发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 铁和大气中的氧气 以及水气反应生成了 天蓝色的四氧化三铁 四氧化三铁有以下特性 第一 它的硬度比铁更高 可以有效的保护锅体 不被锅铲划伤 第二 它的化学稳定性更强 即使锅内有水 也不会和水生成铁锈 说的直白一些 就相当于给铁锅练就了一个金钟罩 但是即便是金钟罩 它也有它的命门 它的弱点 四氧化三铁 不容易水 不容易酒精 但是它容易酸 所以炒锅最好不要烹饪 带酸性的菜品 譬如说 酸菜鱼 糖醋排骨 西红柿炒鸡蛋等等 否则就容易出现 四氧化三铁脱落的情况 假如不经意间烹饪了 这些带酸性的菜肴 铁锅出现了锈斑 可以重新烤篮 那么这一层金钟罩 又可以满血复活 烤篮完成以后 把火关掉 让它冷却至常温状态 加入清水 漂洗两遍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开锅的第四个环节 润锅 先将锅内的水分擦干以后 把火开到最大 锅体的温度升到200度左右的时候 加入大量的食用油 由于铁锅热胀冷缩的特点 铁分子之间的间隙被扩大 虽然这一种间隙 你用肉眼看不到 但是它却是真实的存在 我们再把油均匀的涂抹在四壁 然后把火关掉 让锅体冷却 铁分子之间的间隙又会慢慢的变小 可以将油脂有效的锁定在铁锅内 锅的边缘不方便 用炒勺淋油的话 可以用猪皮来进行涂抹 一直等到锅内的温度冷却至常温 再将这一部分油脂倒出不要 加入一锅清水 用百结布清洗掉锅体表面的油脂 注意千万不要使用洗洁精进行清洗 否则容易把锅体内部的油脂洗掉 用干毛巾擦干锅内的水分以后 开小火进行二次润锅 下猪皮的时候 注意铁锅的温度不要太高 否则猪皮会在瞬间变硬变糊 看到这里肯定会有朋友会问 为什么要经过两次润锅 这里主要讲两个原因 第一猪油在常温下的流动性更差 铁锅冷却以后 猪油会更牢固的附着在铁分子之间 第二简单的几次润锅 远远不能够满足铁锅吸附大量油脂的需求 铁锅只有经过几百上千甚至上万次的吸附油脂 才可以达到最理想的不粘效果 等锅体冷却以后 我们再用猪皮给锅体的反面插上油脂 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锅体从外侧进行腐蚀生锈 前面我们有说过 酸性食物会破坏四氧化酸碟这一层金钟罩 那附着在铁锅上的油膜最怕什么呢 没错了 油膜最怕的就是洗洁精 以及碱性的水溶液 所以千万不可以用来煮面条 蒸包子 每一次炒完菜小火烘干水分 然后涂抹上少许的植物油 每一次炒菜都坚持热锅凉油 每一次洗锅都不用洗洁精 这样养出来的老铁锅 远比有特夫龙涂层的不粘锅更加好用 每一个视频我都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呈现出更多的知识点 同时也感谢您这六分钟的亲情陪伴 让我们下期美食节目见